我們看這個,我們現在來討論這個電流與這個電壓 我們先討論這個電流 電流的話是指什麼呢?指那個帶電粒子集體運動的現象 這個我們稱為電流 那電流的方向是指什麼呢?正電荷運動的方向 或者是負電荷運動的方向 那麼電流的強度我們是定義成什麼呢? 單位時間通過某個結面積的電量 我們稱為什麼呢? 稱為電流的那個強度 那麼它的單位我們稱為安培 稱為一安培,一安培它的意思就是說 一秒裡面通過某個結面積的電量 我們稱為一安培 一安培的意思就是說一秒通過一庫輪 就一庫輪每秒 這個我們稱為一安培 好,那我們先來看 他說導體 導體內它的這個電流 它是由那個自由電子造成的 電子運動造成的 所以電子運動的方向 事實上就是電流的方向 你說電子如果是往這邊運動的話 那麼電流是往這邊 因為電子它是代入電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說 那個離子造成的這個電流 就是說你在一個電結石裡面 比如說你這裡 這個是給它這一接正極 這個接負極 那比如說這是硫酸桶 CU-2SO4 硫酸桶 那你給它這個 這個加電壓以後 那這個什麼呢 這個負離子會往這邊跑 正離子會往這邊跑 那我們說通過某個結面 它的電流是什麼 是同離子 單位時間通過的電量 加上這個 硫酸跟離子 單位時間通過的電量 把它加起來 這個就是電子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立體液 立體液的話是說 當一個電量為正Q的帶電力值 一個帶電力值帶正Q 繞著某個固定點這樣旋轉 然後它的這個旋轉的頻率 假設F 就每一秒轉F次 那麼在這個軌道上 它的電流是多少 好,我們曉得說 它每一秒通過F次 那每通過一次呢 它通過的電量是Q 所以它每一秒通過多少電量呢 就是通過F乘以Q 所以它的電流 電流的話呢 等於多少 電流I 就是每一秒通過的電量 就FQ 這每一秒通過F次 每一次通過Q 庫輪 那麼它每一秒通過這麼多庫輪 這個就是它的電流 所以答案是MQ 所以答案是MQ